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傑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近來經濟環境、經濟走向是怎樣呢? 特別是房產政策 大家知道房屋局局長何永賢現在在新加坡那邊考察 看看當地房產政策、社區設施、建築、科技等等 對於整個香港來說,我們經常與新加坡的競爭 究竟新加坡的經濟狀況和我們的比較是怎樣呢? 我們請來這位專家和我們談談 就是城市大學特約教授曾淵倉博士 早安 曾博士 早安 早安 房屋政策一直都是,每屆政府在香港來說都是重中之重 目前香港都有不少的火階梯 特別是在資助房屋政策上,階梯又特別多 大家形容 怎樣看現在有關這個現象呢? 這個全世界都是,特別是這些有資助房屋的地方 西方國家土地很大,房屋長期都是佔消費的部分 但是對這些樓價比較高的城市,土地比較少 香港也好,新加坡也好,房屋永遠都是很重要的 重中之重 很多人說,在新加坡組很好啊 新加坡組過去這幾年都,特別是過去兩、三年都有少少問題 都引起老百姓有些不滿 什麼少少問題呢? 就是疫情了 疫情令到建築行業沒有辦法開崗 結果政府搞不出樓 即是不夠供應嗎? 是的 沒有人蓋房子 兩年沒有蓋房子 結果有些人想買房子 但是拖了兩年都找不到 這樣就有人吵 有人吵 可能明年又要選舉了 所以前幾天,即是星期二日 李顯龍都出來說房屋政策啊 做一些改革啊 提供更多的補貼啊 這些東西 你看一下兩地方面 即香港和新加坡房產政策的比較是怎樣呢? 特別我們經常都說 香港可不可以借減新加坡呢? 跟新加坡的房產方面 當然現在是有不同的 其實可不可以有些地方可以借減嗎? 最大的分別就是 新加坡的房屋呢 是以祖屋為主 什麼叫祖屋? 祖屋就是香港的居屋 全新加坡的八成半的人 就住在這些祖屋的 祖屋就是居屋那西 其實他們全部都是業主 來的 新加坡在街市買菜 阿嬸都有能力做業主的 執子皮都可以做業主的 即下營都是業主 這就是跟香港最大的分別 香港有多少人是業主呢? 都不少的 都有一半 其實香港人做業主的比例 可能比西方國家大 西方國家很多人是長期租屋的 新加坡跟香港比 新加坡的業主全世界最多 可以說 從新加坡人來說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多都是業主 東年新加坡這個地方 五百七十萬人口 新加坡人呢 只是佔三百多萬 所以新加坡還有很多 這些非新加坡人 這些非新加坡人在新加坡住哪裡呢? 就租樓住 或者很有錢的就自己買屎樓來住 沒有什麼錢的就租樓住 或者住在老闆建的縮市 特別是那些維奴 新加坡維奴全都住在縮市 維奴都不少 維奴在說百多萬 所以這是新加坡整個放地產的情況 所以跟香港比 很多香港人都說 很羨慕新加坡 羨慕在哪裡呢? 很多人是業主 差不多所有的新加坡人 九十幾個百分之都是業主 這就是最大的分別 但是剛才我剛剛說的 就是兩年的疫情 都已經令到一派年青的一代 去申請草屋 但多兩年都沒有 已經出來吵 令到政府都要出來 所以就想想怎樣去騷緩不滿 李顯龍剛剛在他們國慶說 要將房子分為三個階梯 在解決他們自己的自身 有什麼問題呢? 過去新加坡的房子分成兩種 所謂分兩種的意思是價錢 分成兩種 一個比較偏遠的新市鎮 新市鎮 另外一個比較成熟的地區 現在就加多了一種 叫黃金地帶 黃金地帶 真正很美的市區 即是中心地段 對,中心地段 因為以前這些黃金地帶 當作是剛才說的兩種 其中一種 即是成熟地區 但比其他成熟地區 那個地點領得太厲害 但價錢一樣 那就變成超額營購幾十倍 超額營購幾十倍 就變成好像香港這樣 如果你是那些偏遠地區 根本就沒有超額營購這些東西 隨時有 隨時申請隨時有 但是黃金地帶呢 超額營購幾十倍 所以現在分成三級 三級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黃金地帶呢 加價啦 加價或者轉售的條件改變 以前你買新加坡的組屋 住五年就可以出售的了 新加坡組屋出售不用補地價的 錢賺著全部都在下袋的 但是呢 現在呢 那些黃金地帶呢 要住十年 就可以轉售 所以又將這個 轉售的條件加辣 這樣啦 嗯 香港其實經常都說 我們應不應該切辣 但是新加坡 因為房產方面的價格 都升了不少 其實都早前推出了辣椒 怎麼看政策方面的走向 最主要就是 樓價升樓價跌 香港這段時間很多人說要切辣 只要在香港樓價跌 其實新加坡樓價升 現在樓價是歷史高位 一直升 所以前一段時間 幾個月前 新加坡政府加辣 同時辣到很多人害怕 那個BioStamp New D BioStamp New D 加到60% 買一千萬的樓 要加600萬的辣椒稅 那你是不是會說 這樣一加呢 就沒有為個人來買樓 有 繼續有 新加坡政府發達了 辣椒稅越收越多 但是那些想來買樓的人都繼續來 新加坡為什麼會繼續來呢 新加坡最近吸引了很多很多為國來的資金 全世界很多富豪 中國大陸 俄羅斯 很多富豪 就不停地進去新加坡 新加坡的投資移民 現在可能都是全世界最貴的 是 二千萬波子 在說一億多公子 拿一億多公子 拿身份證 都是全世界最貴 但是都是很多人去 錢多樓價便升 樓價升 就加辣椒稅 來押這個樓價 這個跟香港完全不同 香港這一段 樓價跌低 大家都叫五年先 希望政府切辣椒 是不是在現階段 其實都是一個切辣的合適時機呢 政府一直都說 制度暫時沒有改變 雖然之前都放寬了案件的承訴 你自己怎麼看這件事呢 香港政府自己現在 我自己估計 都是沒有辦法做這個決定 為什麼呢 他都很擔心 一切辣椒樓價 撥一聲又提升 因為始終都是公不願求 始終想買樓做要主的人 都是很多 特別是現在 當很多人在那裡說 要加辣椒稅 要加辣椒稅 令更多人在那裡等 等你切辣椒稅 嗯 所以這段時間 成交又少了 很多人都希望政府快些切辣了 哈哈 所以你一切辣 後來樓價又提升 樓價又提升 又更多人 我買不起樓 所以這個 一直切 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一直到有一天 就是香港樓價的供應 真的非常多 嗯 嗯 想買樓 一定買樓 當作是你能力負擔得起的 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香港和新加坡 本質有些分別 物業市場 我相信 剛才說 新加坡一成左右 真的住在私人樓 所以辣椒不辣椒 對於普羅大眾的影響不是很大 但香港不是 一般人是業主 香港 香港慢慢都會變成新加坡 我自己的態度 嗯 由林鄭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林鄭 以前過去林鄭之前 是 香港政府的土地 一半蓋私人樓 一半蓋公共房屋 居屋 林鄭說七對三 是 是 現在看來李家超 都是變成七對三 嗯 你看 現在有一塊地 拿來招標 嗯 知道收到 全灣油金頭 是 收到一份 一份標 那政府就說 那我不標 我交給奉業 交給奉業 是甚麼呢 就是變成居屋 是 但名字不同 它是手指本 是啊 即是 手指 它的 沒有居屋 門檻 沒有收入 資產的要求 但基本上都是類似 都是公共房屋來的 是 賣便宜一點 所以香港未來 我相信 這種居屋 公共房屋 是會慢慢賺 等你不可能一夜之間 變成新加坡 八成人 九成人住在這個居屋 這是要時間的 嗯 但香港的樓市方面 你自己看 是屬於甚麼階段呢 特別是我們見到 股票市場 都相當波動 外圍方面 仍然關注著 美國九月 是否還有一次加息機會 怎麼看當前的投資環境呢 目前來說 大家就沒有信心 大家就沒有成交 沒有成交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剛才說過 很多人在那裡等去撤辣椒 很多人等去撤辣椒 就暫著買樓 在那裡等 大家在那裡說要撤辣 撤辣 看到人說撤辣 就造成這個效果 就是想買樓 他們都暫著不買 那沒有人買樓 那樓價就繼續慢慢 喝一喝一喝就跌了 所以這也是 暫時來說 那個都會繼續 慢慢地 喝一喝一喝就跌了 那連居屋的入址 都是心低的 這個都是同樣的心態 同樣的心態 連居屋都不買住 對 總之呢 如果撤辣椒 我就可以馬上去 進去買樓 每個人都在那裡想 但是你自己看回 近來其實也有 不少的發展商 一手 就是一個很吸引的價格 去開售 其實對於移手市場的影響 當然 移手市場 都差不多大家形容 是冰封了 怎麼看現在樓市的現況 特別是 下半年 其實都 現在還未知道 政府對於招數的情況 辣椒的情況 如何處理 這方面如何去部署 有個別發展商 就低價出售 所謂低所謂高其實是相對的 其實這些很簡單 這些是不同的發展商 因應自己的成本價 自己的內部策略來做決定 各市各派大家有不同的做法 說回這個超便宜的樓盤 成本價都是超低 成本價是那個地 保地價 這個是拆那些工廠樓建的 保地價就是五千米一呎 開價一萬四萬五萬 其實都幾好賺的 沒有人是虧本的 人家成本價低 那就賣低一點 成本價高 你沒有能力 就賣低一點 如果你賣地的成本 已經是五千米一呎 你怎麼可能賣五千米一呎 其實大家都說 政府關注政府的底價 是不是定得太高 或者地價方面的政策 應該是怎樣 政府定這個底價 都不是一成不變的 政府都是看著整個市 如果他開出來的底價 一次樓、兩次樓 他都會調整底價 直到有成交為止 但是政府始終都要有錢才行 現在賣地 全年都未去到百分之四的目標 賣地收入少 又要大興土木 又要北都又要大魚 公共財政 我們基本法有107條、108條 又要簡單低稅 兩日為出 曾教授怎麼看 香港公共財政的走勢 會不會有結構財赤的出現 公共財政 我們則用新加坡做例子 剛才你說香港政府 不是地收入鑑標 新加坡政府完全沒有 新加坡政府的土地 差不多全部拿來 這些組合 新加坡政府很少很少推出土地 被私人發展商去投標 私人發展商的土地 大部分是自身 周圍找舊樓來拆 拆舊樓重建 然後補地價升高些 就是這樣 政府的土地 賣地收入 在新加坡來說是極低的 所以大家有不同的財政政策 人家都很喜歡這樣 生存了幾十年 沒有土地收入 買完做房子 他又有做房子收入 沒有 做房子不可以這麼便宜 成本價 對 成本價來的 起初沒有什麼錢賺的 其實也有得賺的 如果你只是說建築費 做房子價錢也是高於建築費 他的土地都是零 未來香港是否要走向借錢導日 發債 新加坡都不用這樣 總之就是 還有其他犯法 還有其他犯法 其中一個犯法 新加坡用的方法 就是有消費稅 今年出費稅又加多1% 明年就加多1% 明年就加多1% 日本也是加10% 不覺不覺 都沒有什麼問題 日本加到10% 因為日本吃碗麵 都是900日圓 而且日圓還要這麼便宜 還維持在5個多 所以都沒有加到一個價錢 最後 投資策略應該怎樣部署 現階段 現階段 剛才大家都談過 最近有很多未知數 所以 看了不知的東西 最後 最好就是觀望一下 繼續投資 都是小心謹慎 今天多謝 鄭婉聰博士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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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